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情论》是所造的阿比达摩居士论 阿比达摩居士论当中 也就是说现在所讲的阿比达摩 就是中共有八品 八品里面前面的分别戒品已经讲完了 现在宣说分别耕品 那么这个分别耕品 第一个是耕制安理和 有为发产生智力 分这两个方面 第一个耕制安理分六个方面 其中现在讲的第六个问题 也就是说 萨门四国以寄根而活得 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 萨门四国 萨门就是新三传 也就是说一般小乘当中所谓的萨门是繁语 我们繁语出来实际上是经三 就是行持三法也有这个 行持三法它这里的萨门的直接意义的话 就是这个萨门这个小乘的这个声门国 就是小乘的这个声门国 那么小乘声门国呢 如果广说的话呢 有八个那个 就是萨门那个八国 也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预留国的话呢 预留相预留国 然后以赖相以赖国 无赖相无赖国 阿罗汉相阿罗汉国 就是这样那个 每一个这个萨门四国呢 就是分一个国和相 就是这样的话 中共有八国 就是其中这个 如果这八个也是归了起来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个 萨门四国里面包括 那么它这里呢 这个萨门四国呢 就是在22根当中是有多少根 就是才能这个获得的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22根里面呢 就是有几个根呢 就是在这个 阿罗汉相辱国 就是从中获得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 实情论师的松词里面 这样讲的 时中二国 亦旧得 中二亦旗 活吧旧 因会故所有者遗 食一根得阿罗汉 它那个字面上的 松词的意思呢 它这里这个 提出可以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萨门四国呢 就是因为这个 萨门四国 就是预留国 依赖国 无赖国 阿罗汉国 这是我们大乘获得的菩萨和佛陀的国位 按照小乘的观点 修持自己的人物 最后获得了撒门四国 在撒门四国的时候 他这里说撒门在四个国 有多少个根才得到的 这样的时候 金伦师在这里回答的时候 说十中二国已久的 十中二国的话 撒门四国里面最开头的 预留国和最后的阿罗汉 因为我们从预留以来无来 这样算的话 最前面的是预留国 最后面的就是阿罗汉国 所以他说的意思 最初的预留国和最后的阿罗汉国 有九个根得到的 就是以九个根得到的 然后中二一七或八九 中二是指的是中间的一来国和无来国 因为撒门四国中间有两个国 就是一来国和无来国 那么一来国和无来国 就是用七个根或者八个根 或者有九个根 就是他每一个 比如说一来国的话 就是他有些是七根得到的 有些是八根得到的 有些就是九根得到的 同样的道理 就是无来国的话 也是有些是七根得到的 有些是八根得到的 有些是九根得到的 所以这个有多少个根怎么得呢 下面我们讲义里面再宣说 我在这里宣说的话 也这个话时间而已 没有很大必要吧 然后就这个呢 就是撒门四国是有多少个根 这个获得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样讲的 因为那么下面呢 就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里呢 就阿罗汉国 阿罗汉国呢 就是有九个根就是得到的 那么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说 既然这个诗经伦寺的颂词里面 也就是说 你所承认的这个阿罗汉国 就是用九个根来得到的 这样的话呢 那么以前那个对法七论里面 有一个叫做如指论 如指论里面说 阿罗汉国为呢 就是由这个十一个根 测得到的 十一个根就是才能得到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这里说是有九个根得到的 如指论里面说是十一个根得到的 那难道不相为吗 就是有这样提出一个问题的话呢 那么这世青伦寺给他回答说 就是因会故 就是因会呢 就是他会有这种这个现行而已的意思 就是因为这个如指论当中呢 就是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 就是因此来说 就是因此说 有则呢就是尤其阿罗汉的话呢 以十一根而得到阿罗汉 就是尤其 尤其的话呢 以十一根阿罗汉得到的 以十一根就是 他这个十一根呢 并不是同一个世界里面就是获得 就是 并不是同一个世界当中就是 如果这个阿罗汉呢就是在上面就是退市的话呢 就是他首先就是从这个四参得到 然后就是退市到三参二参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就是慢慢的呢 就是最后呢就是他有那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十一根 就是十一根就是九根上面加两个根的话呢 就是十一根 他以这种情况是存在而已 就是实际上呢并不是所有的阿罗汉呢 就是十一根而得到的意思 因此他的秘义秘义呢应该这样解释 所以他这个呢 在实际伦师在松词里面已经回答了对方的 有些这个观点 就是前面呢就是有多少个根就是才得到这个四过 就是这个意思 后面这两个句呢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 呃 大复一个问题吧 就是大复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我们这个所承认的 有九根根获得阿罗汉国位呢 实际上是如智能里面所讲的 是一个根获得阿罗汉国位呢 这是不相为的 因为前面的这个九根阿罗汉 九根根获得阿罗汉国位呢 就指的是一次性的这个意思 就是从一次性的角度来讲 就是九根根获得阿罗汉国位 然后后面的十一个根获得阿罗汉国位呢 就指的是这个一件词的 就是不是这个同时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根本不相为 就是因此 我们那个颂词里面呢 就是这样这个讲的 下面呢就是这个 讲罗特罗伯的这个讲义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有多少个根 怎么样这个获得阿罗汉国位的 这个具体的道理吧 就是就下面就是继续先说 在分辟根品中 要讲述根的 有这个所有特法吧 就是有关这个 我们这个分辟根当中的话呢 就是要宣讲这个一些根的 就是不共的这个特法 那么三门四国也是以根获得的 就是那么三门四国获得的时候 当然这个 他这里呢 就是并不是三门四国 那就是全部是只有一个根的这个因 就是其他的因不存在 不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呢就是三门四国也是 他的这个所有的因缘当中的话呢 还是就是这个根呢 就是也会这个存在的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我们这个 不管是文师任何一个论点 就是大家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呢 也不要认为是这个 三门四国的这个 唯一的因缘呢 就是根 就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当然这个三门四国呢 他有积累资粮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证物人物啊 就是等等 就是有这些这个 就断除什么 就是他们的这个 预解的各种这个烦恼啊 等等就是这些呢 就是也是实际上是 获得这个三门四国的一种因缘 但是这些呢 就是他这里没有这个 主要的这个讲 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三门四国呢 实际上他的因缘当中 还是存在着 就是有些根呢 就是获得的 那么有多少个根呢 就是获得了这个三门四国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三门四国是以多少个 这个根而获得的呢 就是这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下面说四种二国 也就是说是指的是 余牛国与阿罗汉国 他们是有四国的 除这个除始于这个种母 就是因为在四国当中的话 最前面呢 就是这个余牛国 最后面呢 就是阿罗汉国 就是所以是他是那个 就是初种啊 就是初种 四二国有九根获得的 就是余牛 也就是说这个余牛国和 这个阿罗汉国呢 实际上每一个国呢 就是用九根九根 就是才获得的 是如何获得的呢 就是那么 这个余牛国和阿罗汉国呢 就是怎么样 这个九根获得的呢 就是下面就就讲了这个问题 余牛国以九根而获得 就是余牛国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余牛国呢 就像是 如果是大乘菩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余牛国 就像是我们这个剑道 就是剑道 因为他呢就是完全把这个世间的一些 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世间的凡夫的这个阶段呢 就是断开 就是 然后他自己呢 就是获得了 就是 就是 首先呢 就已经踏上了那个圣者的这个 就是这个地位吧 就是 已经这个到了这个圣者的这个位置 就是 这个余牛国 也就是 有些有些论典里面呢 就是说是这个小乘剑道 就是剑道和这个余牛国呢 就是实际上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这个剑道吧 就是剑道什么时候完全断掉呢 就是 剑道呢 就是在这个获得余牛国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剑道会这个断掉的 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跟那个剑道 就是断除的方法跟那个大乘呢 就是有点不相同的 比如说大乘这个六十正理论啊 就是相关传论里面所讲的这个 呃 大乘的这个剑道 剑道呢 实际上是一个插纳性 就是 这是 虽然相关传论里面有一些辩论 但意思呢 呃 这个呃 比如说这个 这个库吉米就是四的 四的 四的的话呢 就是每一个都有这个四个现象 就这样的话是中共有四路形象 这四路形象的话呢 就是在一刹那剑当中 就是获得剑道的 就是 就是这个大乘是这样人认为的 就是像路是正理论的 路是正理论的那个大书啊 就这些里面都是这样讲的 但是小乘呢 就是有点不同 就是我昨前天也讲了 就是 先就是他就政务这个余界的库地 然后呢 就是色界和无色界的库地 然后呢 就是有这个 呃 就是什么基地的话呢 就是先就政务余界的这个 呃 余界的这种库 就基地 然后就是就政务那个色界和无色界 就是他 所以这个四路形象 就是十六刹那的话呢 就是这个次第性来的 就是 因此呢 他这里这个 呃 跟那个其他的呢 就是 就是大乘呢 就是说法有点点不同的 他这里这个剑道呢 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剑词性 就是也就是说 就是次第性的 就是次第性的 因此他这里说 就是如果获得 这个预留过的时候呢 有九根获得的 那么九根是哪些根呢 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 新的前十五刹那 是为之当着根 就是他这个 呃 前十五刹那 他这里的刹那呢 就是实际上是 十地的这个形象来分的 就是 并不是我们这个 一刹那二刹那 就是这样这个算的 他实际上这个刹那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四地吧 就是四地呢 就是每一个都有这个四个形象 四个形象的话呢 就是他按理为这个刹那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 也就是说这个 最后的这个刹那 最后的这个刹那呢 就是经常在经论当中 认为是这个叫做是五剑道 就是五剑道 然后这个 这十五形象呢 就是十五刹那呢 就是实际上是 最后的这个五剑道的时候 这个五剑道和 最后呢 就是获得了 真正的这个修道的时候呢 就是这叫做是解脱道 就是 意思就是说他这里呢 就是获得这个预留过的时候 这个新的钱 这个十五刹那呢 就是叫做这个位置当着梗 就是刚才不是我们要算那个九个梗吧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位置当着梗 为什么这样呢 以前是这个凡夫 就是十五刹那的前面呢 是你是一个凡夫 现在呢 就是获得了这个圣者的这个果位 圣者的果位的时候呢 以前没有见过的 现在已经知道了 就是 所以这种梗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位置当着梗 以前一点也不知道 现在就开始这个知道了 就这个时候呢 就是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当着梗 然后到到了这个第十六刹那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具足了这个一只梗了 就是十六刹那的时候呢 就完全都已经这个通达了这个十六形象 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剑道 获得剑道以后的话呢 就是已经这个 它是属于是这个修道的这个身份 比如说这个前面的这个十六形象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剑断这个全部都已经断了 就是十五刹那的时候 然后这个到了第十六刹那的时候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已经成了这个修道身份者了 就是修道者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的梗呢 就是已经有了这个 就是一只梗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这个 这个从修道这个身份子相续当中的梗呢 就称为是这个一只梗 就是一只梗 然后在二根群体中存在的一根 心当五根 以及呢 就是由于欲界中 尚未远离贪欲 因而一尘为之定琐瑟的十根 以此九根而获得的 就是意思是刚才那个 就是首先是这个十五刹那的为之党子梗 然后就是到了这个十六刹那的时候呢 就是获得了这个什么呢 获得了这个 就是这个一只梗 就是具足了已经两个梗了 然后在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为之党子梗和一只梗呢 他的这个群体当中所存在的这个一根 就是一根 还有呢就是这个心当五根 就心当五根 如果这个人呢 就是他的这个 也就是说是他在这个欲界当中的这个烦恼呢 就已经断除了 然后第一餐呢 就是还没有得到 第一餐没有得到的一餐的这个加薪呢 就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叫做那个为之定 就是一餐的这个为之定 如果在为一餐的为之定的身份 就是他获得了阿罗汉国位的 不是阿罗汉 这个预留国吧 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一餐的为之定的话 实际上一般他的梗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色梗 就是色梗 就是因此就是他已经具足了就是九根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刚才那个心当五根已经具足了 为之当之梗和一只梗已经具足了 就是然后呢就是一根和色梗 就是一根和色梗 就是刚才五种数用梗当中呢 就是具足一个根就是色梗 就是以十根的身份来获得的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预留国呢 就是用这个九根而获得的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那么这样的理由呢 就是应该是成立的 就是为什么理由成立呢 因为为之当之根 就是他呢就是因就是断除尖短的利得 就是小城里面呢就是经常这样就是说这个利得 意思就是说是刚才这个为之当之根呢 就是他会就是营燃了 就是他就赢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赢了这个断除所欲尖短的这个利得 利得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我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 这个间断的烦恼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断完了 就是全部已经断完了的话呢就是 那么这是小城中的一种这个说法 实际上是真正的这样的利得的这个尸体呢 都是是没有的 但我相续当中的这个间断的烦恼全部断了的话呢 就是原来断完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已经离开了吧 就是那么离开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一种尸体 所以他们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利得就是 意思就是说刚才这个为之当之根呢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的 所有的间断就是把它已经抛开了 抛开以后呢就是剩下来的相当于是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空性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利得或者是这样的这个空性呢 就是已经这个引用出来了 就是已经这个印上了 就是这个呢就是是一个原因 就是还有呢就是说是移之根呢就是作为 就是移之根 移之根呢就是作为断除间断之这个利得的所益 就是因为这个到了第16星 16插来以后的话呢就是他已经获得了移之根 那么这个移之根是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他已经断除间断的这个利得的所益 意思就是说是从此以后呢就是他的这个移之根呢 就是已经成了这个利得的所益 当然这个所谓的利得呢就是本来都是不是这个存在的一种实体 但是他们认为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利得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 如果这个利得要存在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移除的话呢不行的 那么这个移除是什么呢 移除就是这个移之根啊就是移之根就是他们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这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宗牌的说法 但是我们有些时候道理上说呢也可以这个说得通吧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间断呢就是全部都已经断除了 就是间断断除以后的这个空性部分 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清净部分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以前呢就是什么这个做了什么这个坏事啊 就是今天我这个就忏悔忏悔的话呢就是已经清净了 清净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有的 那么这个清净呢就是他们认为是这个利得就是原来就是你有一种这个这个过患就是现在把这个过患呢已经抛开 抛开的时候呢远离过患的这个一种得法就是这种得法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出现的就是已经这个存在的就是这样认为这样的这个利得的依靠出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只根啊就是一只根这样认为 那么这两个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一次这个这个病除盗子和这个观赏门来这个比喻的就是刚才那个间断的就像是这个病除盗子就是这个盗子呢就是开除了就是 或者是就是让他就是就是就是连出去了就是这个呢就像是这个间断一样的 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是刚才所谓的这个一直挡着根 就是为之当着根呢就是抛弃那个什么这个兵器这个盗子一样的 然后这个一只根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关上门一样的 就是从此以后呢就是再不来了就是 所以他呢就是以这种比喻来说明就是这是我们就是所讲的这个鱼牛锅 就是鱼牛锅就是如何以这个九种这个根呢就是如何获得的道理呢就是已经这个讲完了 下面就是讲这个刚才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他说是这个最初的鱼牛锅和最后的阿罗汉锅位呢就是用九种根来就是获得的 那么第二个国位呢就是阿罗汉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九根就是获得的 那么那九根获得的呢依靠如金刚钉就是如这个金刚之灯词 琐色的修道 然后他这里说这个有那九种这个灯呢就是你获得了这个最后的这个国位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这个这时候有一种这个如金刚灯词 如金刚钉词呢灯词呢就是最后获得五血果的时候 就是不管是阿罗汉还是菩萨还是佛啊就是 菩萨都是没有吧应该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也最后有一个如金刚钉 然后那个阿罗汉的话呢就是他也是最后有一个如金刚钉 但是如金刚钉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修道所舍的呢 有一个这个一只根就是这是一个根 然后无学道的这个灭净之所舍的就是举止根 就是最后获得了这个无学道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灭净智慧 灭净智慧大家都知道就是最后这个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就是 就是已经这个所有的有如法已经这个灭净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智慧先前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这个灭净智 那么这个灭净智所舍的这个举止根就是我们前面知道这个 这个无学道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举止根 相当于是刚才那个不是关门和那个不是那个前处道子和关门一样的就是 他刚才那个前面呢就是无间道就是无间道的时候呢就是叫做是那个 就是一只根就是原来是修道这个相续所舍的嘛 然后就一刹那间当中呢他获得了无学果位 无学果位的时候呢就是他马上就已经获得了这个无学的这种根就是 无学的根呢就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这个叫做是举止根就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已经具足两个那个根呢就是 一级二根群体中存在的这个一根啊就是一 一级呢就是这个心等五根还有呢就是 这个乐数根一乐数根和色数根其中之一而获得的就是 他后面的这个乐数根和一乐数根和色根吧就是 这个呢就是不可能全部同时存在的就是 刚才这个前面的这个一只根和举止根 然后呢这两个群体当中所存在的这个一根和心等五根呢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加上什么呢 就是加上这个或者呢就是乐数根或者呢就是一乐数根 或者呢就是是树根就是这几个根的就是其中任何一个 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共有九根来获得的 阿罗汉国位呢就是九根获得的 那么后面的这几个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乐数根和一乐数根和还有那个什么色根吧 就是这几个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其中之一呢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阿罗汉国位呢就是依靠这个粗二净尼 而这个粗二净尼的正餐就是获得的话呢 那么再以这个一乐数根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一般那个就是粗二三吧 他的这个根就是一乐数根就是存在的就是一乐数根 如果这个阿罗汉是粗二三的这个身份来获得的话呢 就是他前面的这个在八个根的基础上呢 就是加上一个一乐数根就是这样来获得的就是这是这样 然后如果是第二三净尼的正餐来获得的话呢 就是这一色数根就是色数根就是获得的 就是其他的这个五六钉呢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第四三的这个钉呢 以这样来获得的话呢就是以色根来得到的 因此呢他这里说阿罗汉是由这个九种根而获得的 成立之理由是 依靠未知当之根已经应用于断除修断之利得 然后依之根遣除无有之所断之利得 因为他是阿罗汉果位的话呢 依之根应该成为无间道 然后最后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举止根 就是举止根呢就是成为这个阿罗汉尼德的所依 就是应该是可能这样的 然后他的比喻呢就是跟前面一样的 刀则和这个关门吧就是这个这个之间的差别一样的 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跟前面一样的 这以上呢就是阿罗汉和这个预留果吧 就是通过这个九个根而获得的道理已经讲完了 然后下面呢就是讲那个中间的两个果就是 刚才也讲了就是预留果 依赖果和无赖果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 七个根八个根九个根而获得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下面呢就是要这个先讲 中间二果是指以赖果和无赖果就是不赖果 就是以赖果是就还在这个欲界当中来一次 就是这个叫做这个依赖果 然后这个不赖果的话呢就是欲界当中再也不用来了 就是就这样叫做是不赖果就是 只是也是实际上萨门斯果当中之一 那么此二果以七根或者是八根或者呢九根而获得 以七根而获得是坚持依赖果的离根或者顿根 就是任何都可以 如果以前也就是说是第一个首先我们讲这个依赖果吧 就是依赖果实际上是有七个根而获得依赖果的现象 那么这个呢就是作为一个依赖果 就是不管是它是离根还是这个顿根就是都可以的 如果以前行持极致教读在以世间岛然后这个西出现而获得 就是世间岛呢就是它是在这里不是出世间岛 就是以前呢就是如果西的极致比较多的话呢 他认为是这个上面的戒呢就是很这个心很细微的 然后下面的这个欲界啊就直接的话呢就是很粗大的 就是所以他经常呢关系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积赖 以此这个依靠心等五根一根 然后这个遗产的为之定所色的这个色格而获得的 一只根呢就是都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呢 它是以世间的这个等词世间的一些积赖而获得这样的 那么以世间的这种这个修行而获得的话呢 那么首先是他已经这个具足了心等五根 就是这个就没有什么说的就是心等五根就是肯定具足的 然后呢就是他这个获得了这个一根肯定具足的就是六根吧 再加上的话呢 他是这个依靠第一层的这个为之定就是所色的四根啊 就是四根来获得的 这样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样的这个依赖就是依赖国的话呢 就是他通过这个七根 七根而获得就是自己的这个国位 就是这是这样的现象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以巴根也获得了这个这个依赖国 就是那么以巴根获得依赖国的现象呢 也是是坚持依赖国 你根顿根均可 就是你根顿根度是可以的 如果以前是修持圣观教度 在以喜爱出世间道地相而 以一只根与其根获得 它是那个修道吧 就是因为他比如说我们这个剑道呢 就是他就是为之挡着根 就是应该是这个为之挡着根 然后这个依赖国和无赖国呢 就是一般那个小城当中的话 全部是这个修道里面的 就是还没有获得这个无邪道吧 就是这样的话 是他的这个根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一只根 就是然后刚才讲 以前呢 就是如果是这个修圣观比较多的 然后他喜欢一些出世间的这个到来 就是因此作为依赖国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用这个一只根 那么一只根和前面的这七个根 就是加持进来的话呢 中共有八个根就是 那么以这个八个根呢 就是获得的 也有以旧根而获得的 就是依赖国当中 也有一些以旧根而获得的 即泥潭依赖国 以旧根而获得的 就是泥潭依赖国呢 就是以这个旧根而获得的 怎么样获得的呢 彼得旧根也就是说 能获得预留过的旧根相同的 也就是前面获得预留过的话呢 前面不是我们讲获得预留过吧 获得预留过的话呢 他十六刹那和十五刹那 这时候有两种根吧 就是一个是这个为之当之根和义之根 那么他这里呢 也是是这个同样的 就是以这种这个方式来就是获得的 就是 他是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是他是泥潭的 泥潭的话呢 就是必须啊 就是又获得了这个 什么这个为之当之根和 然后这个义之根 就是再加上是 前面这个新等五根和义根和 还有呢就是 应该是那个出产的 这个什么这个 为之定所色的这个色根吧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获得 就是以这种这个方式来获得 这个呢 跟前面的这个预留过和这个一样的 不同点是什么呢 就是剑刀前就是断除 还是未断除这个预获的差别 就是因为前面呢 这个如果是预留过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断除这个 我们这个预界的所有的这个烦恼呢 就是他就分了那个旧品 就是分了旧品的话呢 一般这个预留过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断除第六品 就是然后这个 我们这里的这个依赖过的话呢 就是他已经断除了第六品 就是所以他前面的这个预留过 和这两个之间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预留过已经断除了这个预品烦恼 没有断除这个预品烦恼 然后依赖过的话呢 就是他已经断除了这个预品烦恼 所以就是这个之间的差别 就是这个呢 就是刚才中间的两个当中的 就是第一个这个依赖过呢 就是已经讲完了 然后现在就是中间的这个两个过里面 就是还有一个叫做不赖过 就是不赖过也实际上是 有七根和八根和九根获得的 因此这个俱舍论的话呢 要通到是必须要 有很多的这个语言来可能这个说明吧 就是但是你们有些就是讲的时候呢 一两句就已经这个 就是就考试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两句就已经这个讲完了 就是我是可能特别啰嗦 特别笨吧 就是不然的话呢 就是又实在是没办法表达 就是像那个讲罗特罗伯的 这个讲义呢就这么好动 但是有时候没有讲的话呢 也许是可能自己是多余的这个 就根本讲不清楚 你们不管是宋词还是这个讲义呢 就是好像这个度一遍的话呢 就是特别快 就是马上就已经度完了 现在还要继续度吗 还要继续度吗 就是好像那度起来的话呢 就是自己都是非常了不起 就是其实有些真正从道理上理解的话呢 可能多讲一点 这个俱舍论跟这个其他呢 不相同的 俱舍论的话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分析的非常这个细致 就是因此这个呢 就是不像这个中管那样 就是有时候中管表面上看来 这个空性呢 很好懂一样的 但实际上你真正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呢 所谓的空性有时候 越这个寻找越久是找不到 就是有很大的困难 就是让这个俱舍论的话 是不是这样 首先呢不敢借助一样 就是这个很难懂呀 但是你真正去研究 花一点时间 然后你慢慢看的话呢 这个道理呢 就是原来是这样的 只不过呢 就是可能语言就是多一点 不然的话是说不清楚 因此以后那个讲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这个稍微这个详细一点 可能好一点 就是讲一项面也是 并不是光是读完了就可以了 就是读完了这个传承的 我还是这个 也应该是有没有这个传承的话呢 就是我也不可能给你们这个讲 但是呢 就是讲的时候呢 就是慢慢的这个应该理解 就是这个很重要 就是下面呢 我们讲那个 不来过吧 不来过的话呢 就是以七根而获得的 就是刚才也讲了 这个不来过呢 有七根获得的 八根获得的 九根获得的都有 那么第一个 七根获得的这种现象是什么样呢 即坚持不来过 坚持不来过的这个顿根者吧 顿根者呢 以时间到获得不来过时 就是他不是以出世间 就是时间和出世间有点差别 就是以这个世间的修道 就是你这个一切贪悦 就是这是一般 就是他们这个小城中也是承认 有这个世间道来这个 就是修的这种 获得这样的这个过位 那么以世间道 这个获得不来过位的时候 是以新等五根 一根 还有这个四根吧 就是四根而获得的 就是这个呢 就是跟前面一样的 因为他这个色根呢 也实际上是第一餐的这个 为之丁 就是第一餐的这个为之丁 所色的四根 就是这个来获得的 也有一八根而获得的 坚持不来过的顿根者 以出世间道而获得不来过时 就是它是以出世间 就是刚才是以世间来获得的 那么这个坚持顿根者的话呢 以这个出世间的方式来获得不来过的时候呢 以前面的这个七根 已经这个 再加上是一只根 就是你看这里是一只根 就是因为也这个不来过和依赖 不来过和依赖过呢 就是都是属于这个修道里面 就是应该它的根呢 就是是这个一只根 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七根加上 七根加上这个 然后一只根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用八根来获得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以旧根来获得 就是不来过的成像也存在 那么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利潭不来过是以 能获得预留过的旧根而获得的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 就是预留过的这个旧根 就是获得的这个方式呢 就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然而不同的是 但不同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下面是有这个 几种根有点不同 因为刚才那个预留过的话呢 就是只有这个色根就是 只有这个后面呢 就是色根而获得的 但是这个这里面的不来过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色根 以乐数根 乐根 以这个这三种根呢 就是获得的情况是有的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前面 就是所讲到的那个 这个阿罗汉的过位呢 就是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就是前面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 因为不同的是不来过 如果依靠主而经理正常而获得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乐数根而获得的 如果依靠第三层经理正常 就是第三层的经理正常 以这个乐数根而获得的 然后如果是依靠第四层的经理正常的话呢 以这个色根而获得的 所以这个不同点呢 就是这一点 就是在这呢 就是见者不来过 利根者如果以前作众行持记者 就是如果这样的利根者呢 就是以前他特别特别重视 什么记者的话呢 在西环观出习相 就是观出习相 观出习相呢 就是知道吧 他一般那个比如说色解的话呢 他就愚解的话呢 他像我们现在愚解的这个现象呢 心呢就是很粗大的 就是应该观像一个色解 就是然后他获得了这个色解的灯瓷的时候呢 他像这个色解的这种这个粗 这种象呢 就也实际上是很粗大的 应该这个观像五色解 就是他越来越这个像这个上面的 细细的这个观像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粗细象 那么他这里粗像性的世间道 以一根这个获得 以一根和新等五根 还有这个色素根和 色素根和一勒素根 八根而获得的 里根这如果以前新词生观较多 那么这些啊 就是观这个出世间道地 相而 以前的这个八根上面呢 就是再加上是一种这个一只根 还有一只根 通过这个旧根而获得的 就是这个问题呢 就刚才我们这个颂词里面 就是所讲的前面的 什么这个始终而过已久的 然后这个终而一起和这个八九 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那么后面呢 就是讲我们这个一问题吧 如果阿罗汉 如是以旧根而获得的话呢 那么就是 不是以如之论当中所说的 阿罗汉是以十一根 就是获得的香味 那么就是如之论里面说是 阿罗汉的过位是通过十一个根而获得的 那么这两个不是难道 那都不是这个香味吗 他说不香味 以旧根而获得阿罗汉 说是以此心而言的 就是这是这个一次心 一次心的话呢 就是他有九个根而获得的 就是这种现象存在 就是因此这样说的 而有些顿根则反复退射 又恢复回忆是一根而获得的 但是这个如之论里面的这个谜译 他的观点呢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呢 就是有些阿罗汉这个顿根的话呢 他会反复的就是会这个退射 所以一般那个大成宗呢 就是没有这样的 小成宗的话呢 我们下面还讲这个 什么第七品和那个第八品的时候 还在这个讲 就是阿罗汉过位呢 就是他他呢 就是也有这个退射的 就是有些这个顿根的话呢 他有这个退射的 就是然后这个退射以后呢 就是又重新这个获得 就是这种现象是有的 所以呢 他这里说这个 有些顿根阿罗汉呢 就是他就反复这个退射 然后又恢复 就是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样的话呢 就是通过11根而获得的 因此说呢 就是11根就是获得阿罗汉过位 就是因此刚才那个 《可受之论》的密意呢 就是应该这样见的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宣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也会以示一种而获得 也就是说是四参 就是色素等 九根而获得的 这个我们前面就是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 就是依靠第四参的话呢 就是第四参吧 凡是一个阿罗汉呢 就是以前是 就是他这个心等五根和 然后这个一根 或者还有呢 就是前面的什么 什么这个一只根和那个举止根吧 就是一只根和举止根 然后呢 就是再加上一个色根 就是通过九个根来获得的话呢 后来呢 就是这个阿罗汉 原来是他四参 应该是四参吧 原来是他得过的时候 就是四参而获得的 如果从四参当中退市 是依靠三参的妓女正参 就是在 那么就是他四参当中不是退市了吗 四参当中退市的时候呢 就是最后是下面的三参的根来获得阿罗汉果位 三参的根就是一勒数根 就是以勒数根来获得的 然后这个三参当中又退市了 这个阿罗汉还是可怜 原来是四参当中 然后呢就是又在三参里面 三参当中又退市了 如果从三参当中退市 这个时候依靠第二妓女正参 这个时候呢就是以一勒数根来获得的 就是以勒数根来获得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刚才原来那个四参呢 就是以这个四根来获得的时候 就是他有九根 然后呢就是他这个退市以后的话呢 就是第三参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勒数根来获得的 然后三参又退市以后的话呢 第二参的时候 这个一勒数根来获得的 这样的话呢原来有九个 就是九个上面就是加上这个勒数根和一勒数根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中共有十一根 那么这十一根的话呢 实际上是不是一次性的 就是这个呢就是 就是首先就是获得的九根上面 加上中间获得的一根 然后最后一获得的一根 就是那么这个最多是一根 就是再多的可能是没有的 就是然后如果再退市的话呢 怎么办呢 再退市到这个欲界的话呢 就是欲界呢 就是以这个色素根来获得的这种现象 也可能是没有的 就是虽然多次退市 但绝不会是再以更多的根 获得阿罗汉国 虽然就是他可能还有这个现象 退市的 但是呢就是再不可能有这个更多的这种 这个根来就是获得的 因为这个如果是他 这个退到这个 他为什么是没有这个获得 就是再这个退市到欲界 欲界的话呢 就是欲界也有这个色素根 就是 当然欲界他自己的根上面都是得不到的 必须要你获得了这个餐顶 获得餐顶的话呢 最起码也是要获得了第一次的这个 什么这个未知定所色的色根 就是如果这个色根没有的话呢 就一般都得不到 但是这个色根呢 就是前面的也已经包括了 所以说再不能算吧 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最多也是十一根的 就是所以再没有这个更多的情况了 因为除了这十一根以外呢 就是再没有这个 能这个获得阿罗汉国为的根 就是再不可能的 就是所以呢 就是这个情况应该这样的一些就可以 今天讲的对 是什么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